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拜登走了以后 韩国紧接着一个举动 他要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 其实他是在逼中国动物 不得不说 拜登把韩国选做亚洲首访之行的第一站 其背后的用意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不等拜登走后 韩国政府紧接着的一个举动 大有逼中国动物的意思 据悉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 近日对外透露 为了讨论美方战略武器在韩国出动的问题 韩美将构建协调沟通渠道 分析认为有了这个沟通渠道 韩美也许就可以通过例行联合军演 加强出动相关武器的演练了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 不久前尹熙悦团队还曾寻求美国方面 将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等美国战略资产 重新部署到半岛 对此韩国方面表示 部署战略资产是加强美国威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强调美韩两国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那么从眼下韩国方面的举动来看 针对部署战略性武器这一问题 美韩两国大概率是谈妥了的 不然就不会开始进行下一步 也就是讨论美国战略武器在韩国出动的问题 看来韩国这是要逼中国动武 对此有不少网友感到很疑惑 那就是美国打算将在韩国部署什么样的战略武器呢 其实拜登也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向尹熙悦承诺将利用包括核、常规和导弹防御等能力 以及远程轰炸机、导弹潜艇或航母来扩大韩国的威慑能力 当然韩国想将美国的战略武器引进家门 也许不是为了对付我们 但美国的战略武器一旦进了韩国的家门 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而且还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毕竟不管韩国政府怎么想 通过这场东欧冲突 我们可以预见 美国想要对付中国的话 就会寄希望于在中国中边找到第二个乌克兰 这样美国就能把大杀器直接部署到中国家门口 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威胁 既然如此 韩国还是执意对美国的战略性武器打开了家门 这是否意味着他要告诉拜登 韩国愿意做第二个乌克兰 如此一来 韩国方面要和美国建立沟通渠道 讨论美国战略武器在韩国出动的问题 这不就是要逼中国动武吗 要知道 俄罗斯不愿意看见美国把大杀器部署到乌克兰 所以采取了特别军事行动 那么美国要把战略性武器部署到韩国 中国和俄罗斯能够视日不见吗 显然 韩国这是在把自己逼上绝路 他想让中国把韩国纳入中国的军事打击范围 不管他是打破惯例指向美国和欧盟派遣特使 还是寻求美国部署战略性武器 可以说随着尹熙悦的上台 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禁敌 已经决定一心倒向美国了 甘愿充当美国的附庸 这么看来韩国难免会走到中俄两国的对立面 大概率也会变得跟日本一样 成为美国对付中俄两国的打手 当然了 对此我们需要小心提防 该出手的时候 记得要出重拳 该亮剑的时候 就要果断亮重剑 以此让韩国知道 再这样走下去 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